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ES哥 有问题就找YES哥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内循环的问题 中共最新的重磅新闻 就是要开启内循环 那么这个开启内循环 我觉得就是他们闭关锁国的一个底气 之前很多朋友说 他肯定不会闭关锁国 因为他要依靠海外 对吧 我们常说的出口 投资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是三驾马车的 而且这个出口是最大的一驾马车 当然现在在中共的这种领导下 这种从海外赚钱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说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小 所以他现在要开启所谓的内循环模式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闭关锁国的底气 当然了这种他的理想状态下的这种底气到底是不是可靠的呢 我们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当然了也希望对大家这个指引大家 赶紧转移资产 然后呢肉身脱离这个危险之地 带来一点点启示吧 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中共的算盘 对吧 中共呢之前还说这个要跟美国要签一个这个贸易协定 避免贸易战 对吧 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脉络 我一开始说要极力避免贸易战 但是贸易战已经开始了 贸易战开始了 然后呢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啊 中共呢说哦我要跟你签一个协议啊 签了一个协议了之后呢 马上他这个就把这个疫情搞出来了 对吧 不管是是不是他放出来 但是呢这个疫情就是他搞出来 对吧 他不管是拖延也好还是什么 对吧 反正就是搞出来 搞到现在全世界都很乱了 对吧 所以呢导致了现在环境极度的恶化 那么从之前的贸易战现在到了什么呢 就是相互关这个使馆 关使馆 这个关使馆呢 当然也是中共自己的恶行造成的 他们一向就是喜欢偷这个偷那个 对吧 偷技术啊 偷各种情报啊 反正什么都都搞 对吧 总而言之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原因呢 就是呃 我就等着你啊 等着你把什么东西搞出来 对吧 就比如现在这个疫苗的或者什么之类的啊 之前的这种高科技对吧 等着你把它弄出来 然后呢 我就把它偷过来啊 他们号称说我借鉴 对吧 然后呢 就实际上就是copy就是山宅嘛 对吧 哎 没有办法 呃 这就是他们的这些算盘吧 啊 然后自吹自擂 还说什么后发优势啊 总而言之呢 他们就是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啊 然后呢 现在搞的现在呢 就是他们现在发现搞不下去了啊 所以这个要搞这个类循环 当然他们在之前还搞了什么一带一路 对吧 一带一路啊 呃 估计现在很难再去搞下去了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搞这个类循环 类循环 当然呃 很多人评价说这个经济类循环呢 是一个大势所趋 我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建国后我们在相当长时间来都处于这种循环 目前全世界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中 朝鲜和古巴也处于这种循环中 类循环的国家 社会稳定 人民精神生活丰富 有梦想 从上资源 社会污染很少 也很少有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的万贡疾病 同时肩负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呃 这个这个 呃 你看 呃 他们把这个这个 垃圾般的内循环 就是闭关锁国 说成了这么美好 啊 我们就不说别的 这个朝鲜和古巴还真的 真的是一个呃 人民精神生活很丰富 有梦想 从上自然的地方嘛 啊 而社会污染 当然是少一点 对吧 但实际上呢 那个朝鲜人连 饭都吃不下 吃不饱了 对吧 你还说说有有什么梦想啊 精神生活丰富啊 呃 天天唱那个呃 习 大航行靠舵手啊 什么习主席的 呃 那当然精神生活呃 非常的丰富了 有梦想啊 你的梦想呢 就是中国梦 对吧 呃 然后呢 社会稳定 当然稳定了 大家都 连饭都吃不饱 对吧 还有什么梦想 那当然稳定了 在高压的情况下 对吧 当然也没有什么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当然了 饿都要饿死了 来什么高血 是吧 还还要肩负 解放全世界 无产阶级的历史生命 谁要你解放啊 呃 中国人民啊 那要解放全世界啊 那当然也是他们自己说出来啊 中国老百姓恐怕越来越多的不认同这个了 连我自己都要都要尽量的被中共呃就是不要被中共给压迫就好了 对吧 所以怎么说呢 所以怎么说呢 但是呢 呃他自随之雷之后呢 他还是会执行这个啊 而且他他还说我们前面搞了这个长时间的内心玩 大家再去想一想 那个年代 大家有吃的有穿的吗 对吧 那最后呢 大家都都都没吃了没穿的啊 或者是就进入到这个呃一个粮票油票的时代啊 当然可能如果说是穿的这方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 没有过去那么几张 但是粮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没吃饱肚子几年 现在呢恐怕又要进入到恶肚子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呢 很多人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啊 就是一个轮回 尤其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啊 几十年一个轮回几十年一个轮回 这种轮回过程当中呢 老百姓的财富呢 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说啊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急功近利啊 就是讲赚快钱啊 这个什么 那恐怕跟中共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体系是有关系的 搞的人们也没有办法 必须得赚点快钱 很多人老子活的对吧 赚了快钱啊 赶紧这个把钱转移资产 然后移民出去逃离 对吧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 就赚了赚了一点快钱 逃不了 或者说还想继续赚的 最后呢就是被中共一波又一波的洗掉了 对吧 有那样的 所以人的命运还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有一句话真的说的非常好 就是什么话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在大陆这个奋斗了一辈子的人 他最后发现自己回到了起点之后 他发出感慨 他说这个 我突然发现 人这一辈子不是说靠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很多时候我发现 我拼命的这种努力还不如别人做出的一个人生的选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是就是实际上他是想说努力人 努力更重要还是选择更重要 那很多时候从这个现在的这个现实来看 恐怕真的是选择更重要 就是像有一些人选择在一个时间节点移民到海外 那他这种做法恐怕就比你不停的在留在大陆 一波又一波的被洗掉 恐怕要好很多了 所以不是说人不是说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越努力就越好 恐怕有时候你真的做出一个改变的选择 对吧 如果说你做出来一个选择 改变了你在这一片大陆上的轮回 那恐怕你的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他 当然中共的高层里面其实也有人说内循环也不行 包括李克强 大家可能看了相关的新闻 对吧 李克强也说这个内循环是行不通的 而且他也出了很多主意 而且他实际上还算是一个比较在中共里面能够说一点实话的 但是这种实话现在也放不出来了 连他的这个言论都被给限制住了 包括他之前的这个说这个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才只有一千块钱 当然很快中共又说我们2020年已经进入到全面小康了 对吧 然后把他的言论给禁止了 然后李克强又说我们要发展这个地摊经济 对吧 地摊经济 然后每每搞一段时间 每搞一个星期 然后马上又被给禁止掉了 这个这个所以他说的话 现在已经怎么说呢 就已经不掌握权力了 或者说他已经被排挤的不成样子了 那没有办法 包括他现在又又说要搞什么 那个什么小商品经济还是什么摆小摊什么什么 总而言之呢 他可能想的这种办法呢 也就是人就急的啊 可能就点急啊 就点急 但是连接人就急的这种办法也没有了 只能按照这个加速师的方法啊 只能自揣自擂啊 不能够说我们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七常委里面 恐怕也只有这个真正的从大学毕业的一个李克强 能够做点实事 但是呢 这种做实事的人呢 恐怕真的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了 所以没有办法 中共呢 只能是在这个加速师的代理下 进入到这个末路狂奔的状态 那么老百姓呢 很有可能被他裹挟在一起 沉掉了 当然可能很多人说 中共他真的要把这个船沉掉吗 或者说他们自己难道不救自己吗 其实很多的中共就是一种裸官的状态嘛 对吧 他们就是已经自己都已经 这个家属啊 尊子啊什么都已经跑到海外去了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去在意说 我是不是这个什么状态 因为他们其实后路他们都已经有了 恐怕没有后路的就是一些老百姓了 对吧 老百姓没有什么后路 然后呢 现在有各种限制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想移民啊 或者是想逃离 但是呢 呃 现在这种独木桥情况下 这个越来越拥挤了 只有那种行动越快的人 恐怕才能够站住一点先机 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这个时间窗口真的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好 今天话题也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